这不是单一事件造成的 录音党事件只是最后的一根稻草 黄国昌配票录音党曝光 苗栗现议员曾文学 因为不听黄国昌的话 投票被骂翻 曾文学愤而退出实力 觉得最不能接受的应该是 曾文学没有投给徐永明选队会 那如果你们有个人的情绪的话 你早点说 那我就不会支持你了 网络逢传黄国昌的抱怨英党 时间点就在2019年 实力在第二次决策委员会后 讨论立委提名小组成员时 曾文学考量到徐永明打算参与 区域立委选举 恐有利益冲突为由 没投给徐永明 事后却遭到黄国昌狠批 抨击曾文学能选上决策委员 是靠他的配票单 党员照着投票 曾文学才选得上 直至背后全靠他 结果曾文学选上之后 还以为自己是谁 早在录音党被揭露之前 我其实就耳轮过 黄国昌前主席 以及许多人 对于我没有乖乖听话投票 有许多的不满以及批评 录音党主角黄国昌 半夜仅透过脸书 声称因党遭恶意剪接 断章取义扭曲重伤 呼吁曾文学留下来 任何的误会与责难到自己为止 如果是到他为止的话 如果他已经退出了决策圈 不会问这些事情了 为什么一再的东西 会持续不断的上演 那我觉得更难过的是 党内竟然没有任何人 针对黄国昌前主席 在录音党之间 所提及的这些东西 做出任何的批判 昨天不只有我打给他 我会觉得说 那他是不是会 受到很大的伤害 然后我们在讨论说 就这个部分要如何来引力 退出实力 让曾文学新函的 还有黄国昌骂他的录音党曝光后 党内没有任何人 对黄国昌有任何的意见 黄国昌抱内斗 实力恐怕又在先出走潮 解释文 先迪佩萱 S小组台报道 我们下期间继续 请不吝点赞